交貨車趕到摩鐵 房屋人員快步走 引導到其中一間房間 因為住在裡面的蔡新男子 滿身傷 失去意識 緊急送醫 人還是沒救回來 業者說第一時間發現死者 已經失去意識 嫌犯帶著死者開車 在進入摩鐵之後 寧願求盡 沒想到發現他身體不適 竟然丟包一走了之 你怎麼那麼狠心 他是女朋友呢 業者警覺報案 警方調查才發現 竟然是為了五十萬的債務 鬧出人命 警方巡線抓到 陳姓祖賢的六名嫌犯 發現祖賢和死者 蔡新男子是多年好友 但死者向祖賢借了五十萬 遲遲未還 八月二十號在屏東市區巧遇 當天火同有人 把死者帶到 沿山公路的拼屁山區 用棍棒毆打凌虐 打到半死 隔天下午六點多 開車帶死者進入摩鐵囚禁 和家屬談判要錢 但晚上十點多 死者表示身體不適 嫌犯眼見苗頭不對 開車落跑 因為基欠五十萬 為了討債多年好友 反目成仇 警方繽紛四路 在高雄屏東 分頭逮人 包括主線的六人落網 依照傷害自死 遺棄罪嫌 一宿法犯 三地信用護士 英皇嘉品 朱俊傑 頻道報導 剛好 大體系 罷ہ 罷了 禁止